凡是这种对于原有的传统产业 但有颠覆性创新思考的 或者说这样路径的这样的公司 那么就是我们投资的重要对象 因为未来的这个叫做企业的发展 一定不是依照就是说你大公司为哪样 而是说你是依照就是自己跟技术结合以后 产生的新的模式来颠覆原有的模式才能发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就是说投资实力就是为了更新的大脑 和新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接触 它会出示就是说 中国所有的这个教学内容和老师素质的改变 因为原有的就是老师教的东西呢 现在人工智能加上互联网是很多能够取代的 那在这个取代的前提下 这个中国的老师如何能够进一步 把学生的人格培养的更加健全 感情更加丰富 更加具备理性和思考能力 这是中国老师面对的一个未来的艰巨任务 那现在这个任务中国老师的身上是弱化的 就是中国老师只要把学生成绩提高了就行 但是未来成绩的提高 已经有人工智能加互联网完成了 那老师应该做什么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每个老师要问的问题 这个事情应该是在五年之内就会发生 因为人工智能就是说取代就是老师的教学 成为比老师教的还好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 我觉得最长五年应该就能发生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就是说 人工智能和这个就是说移动互联网 包括5G时代的来到给教育本身带来了多少赚钱的机会 而是要利用这样的这个技术和教育结合的这么一个时代 应该非常清楚的这个国家制定出来 就是我们未来30年我们需要什么人才的培养战略 这个才是重要的